嗨,嗨,我是Marco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东京奥运会的负责人Mori Yoshiro 他是日本前首相 他前几天辞职了 因为他发表歧视女性言论 被全世界批评 具体他发言呢 女性说话太多 而且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女性发言时间应该受限制 不然会议就开不完 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 他从之前一直有这个问题 他经常誓言 他之前还说过 不生孩子的女人不配有养老金 可能你们会想 日本真的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吗 日本男生看不起女生吗 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 日本的性别差距的情况 以及我个人的想法 首先日本是很久以前 江户时代的时候 有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 因为当时是日本武士的地位很高 而且也受到不少儒教的影响 这个时代的话 女生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后来明治时代来了 以后也是 还是有江户时代的思想和习惯吧 当时女生独立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后来越来越会有变化 1930年在日本有第一个女医生 1940年有第一个女律师 那个奥运会的毛利桑 她是1937年出生的 所以当时的话 还是很少女生有社会地位的 然后1947年 政府终于发布了 日本国宪法 保障男女平等 全国民は法の下に平等であって 人種 信条 性別 社会的身分 または文字により 政治的 経済的 または社会的関係において 差別されない 说的简单 做的很难 是不是 然后1985年制定 男女雇用機会均等法 使劳动者不受性别歧视 并尊重女性劳动者 1999年制定 男女共同三角社会基本法 目的是男女作为社会的平等意愿 因确保按自己的意愿 参加各个领域的活动的机会 所以在日本法律上是 男女平等 就是这几十年来 慢慢的改变了 不过像这次奥运会的负责人 她的想法的话比较落后 这样的人也有的 这个毛利桑呢 她年纪很大 我觉得八十多岁的话 很难改变自己的想法 因为八十多年 她是一直有这个想法 是不是 所以真的很难改变 除非她自己真的愿意改变 其实人呢 脑子里怎么想都是自己的自由 是不是 她觉得女生话多 有可能也是个事实哦 女生确实爱说话 是不是 有可能也有道理 不过这样说出来的话呢 肯定很多人会认为 这个是性别歧视 所以正常的人会看场合 这个话该不该说 特别是这样 有影响力的人 我都搞不懂为什么她老是失言 她可能真的 人品有点问题 她当时也完全没有防省 态度很差 所以我个人很高兴她辞职了 那么现在在日本的社会中 有性别歧视吗 有一个2020年的调查 我给你们看一下 日常生活中 你会感到男女不平等吗 然后76%的女生回答 是的 69%的男生回答 是的 所以日本人70%以上的人 都觉得男女不平等 那么具体什么时候感到 男女不公平呢 女生说的最多的是 升职的机会和工资 男生说的最多的是 工作上的压力 这个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同意 在日本呢 女的领导特别少 很多时候呢 男生的工资比女生的高 一般女生做家务 给男生倒茶 现在也是这样的 女生找工作的时候 也是呢 还是有很多公司会拒绝你 就是因为你是女生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 很多日本公司面试的时候 也会问女生 你有打算结婚吗 因为结婚 深海的话 很多女生就不能上班了嘛 所以公司不太愿意 照顾这样的女生 当然也要看公司的风格 但是一般来说 日本女生进很大企业啊 或者是当领导啊 真的不容易 感觉要比男生努力好几倍 我在中国上班的时候 我感觉女的领导非常多 跟日本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我在中国工作上 我没有遇到过性别歧视 我感觉女生也有挺多机会的 当然其他公司我不知道哦 那日本男生在日本很舒服吗 其实这个也说不定哦 虽然日本公司会给男生很多优惠 但是我我觉得啊 男生总有不少压力吧 这个应该在中国也是 可能这是人的本能吧 就是男生需要保护女生 要努力去赚钱 这个思想的话是一直有的 所以如果我是男生的话 我肯定有更大的压力 是不是老George 那当然的了 那当然的了 我是男汉子啊 我要找个女朋友 然后我来保护他呀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男生女生都有好处和坏处的 虽然日本社会的话有很多问题 但是男女的话 本来就不太公平 就是本来就不一样 总有一点性别差距的 不过歧视别人的话 是两回事 在日本确实有很多大男子主义的男生 可能也有地区区别 我妈妈说前几天她在医院看到了几个夫妻 老公对老婆特别凶的 我觉得这样的人的话呢 人品就有问题 最重要的还是富山尊重吧 你们知道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吗 这是一份展示男女间在经济地位 学习机会 政治参与及卫生福利四个范畴中的差距的报告 日本是全世界当中121名 说明性别差距也挺大的 那么你们知道中国是第几名吗 中国是106名 比日本好一点 但是好像中国的男女差距也不小哦 还有可能你们有点好奇 日本女生是结婚了以后就不上班了吗 现在呢 日本的大概三分之一的已婚女生是家庭主妇 就是在家里做家务看孩子 然后三分之二的女生还是继续上班的 所以现在的话比以前不太一样 还是很多女生上班的 OK 总的来说呢 日本是法律上是男女平等的 但是工作环境的话呢 现在也还是女生的地位是比较低 不过男生也有很大的压力 在日本做家务的话 一般女生做的比较多 在家庭里的男女地位的话 我觉得每个家庭不一样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互相尊重吧 好 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果有什么事 想问日本人 可以在评论里面问我 OK 那么 下次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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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